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你恐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卫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就讲讲加拿大这个国家 这几年都是抗中的烂投出 因为很多东西他比美国还狼胎 我们之前说过,他说干预竞选 干预竞选,结果你赢了那个人说干预竞选 反对就说,对啊,你说的嘛 干预竞选嘛 好啊,那就是查理 但是最后来好像现在查到 也都没有一些很大的进展 看回原来加拿大的副外长David Morrison 他又叫莫里森 不是我们的盗米首星 我们的盗米首星 就是我们前种的Scott Morrison 他叫David,我们叫Scott 原来David哥他就计划去中国访华 其实现在加拿大的媒体也都觉得 就是加拿大要重启 是中加关系 加拿大商政界人士也都提醒 加拿大其实现在要小心和北京打交道 因为过去那几年也都相当的差 还有有一件事情 刚刚说过 就是这个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 崇培姆 他就突然之间 是离职 反惊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是加拿大外长访华的前授 两个前授 第一就是加拿大副外长访华 第二就是崇培姆 好像是在任离职近五年之后 其实已经是在任职务五年之后 已经是离任回国 这个突然其来的消息 令到外交市团感到很意外 崇培姆走的原因就未知 但是会不会 因为换一个人 新人是新作风 那会不会真的有点突破呢 David God就是这位 是加拿大副外长 当然了 大家知道就听头 赵美兰 赵美兰就是政外长 看来很多人都觉得 他们就是为赵美兰访华铺路的 加拿大在18年12月 当然就认美国要求 在温哥华机场就是拘捕了 仿如隔世 孟晚舟都回到深圳一段时间 很久了 就是科技巨头的CFO 就是孟晚舟女士 北京随后也有一些措施 当然之后两国关系 也都急速冻结 加拿大外长赵美兰 2021年上任后 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 但是曾经跟中国外长王毅 在今年2月 在德国布尼克的安全会议上 见过面 现在加拿大外长 就派了副外长访华 双边关系可能就会解冻 虽然中加两个国家 在政治上交往停摆 但是双边的贸易没有断过 尤其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不断扩大 2023年最新数据也看到 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商品大概有407亿 原来澳洲是2,000多亿美金 经贸是2,000多亿美金 也都是 不过说真的 因为我们真的近印太地区 还有美国第一大 有优势的 所以当时摩总这样搞 大家都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没错 其实跟美国一样 因为加拿大的最大贸易伙伴 就是美国 这个是一轮角 澳洲和中国不是邻国 而是邻近地区的国家 看回2022年 亦比2022年增长了百分之十点 相对的加拿大 降低了来自中国的非必要商品进口 那怎么办 台媒应该是罵加拿大 因为如果出口到中国少了 应该是恭喜他 现在多了是否应该是不恭喜他 甚至罵他 当然也有人 都说加拿大对华 是明确去风险化 那政商界都更加务实 不会对加拿大造成国家安全风险 这样说 那当然了 但是 究竟有没有造成国家安全风险呢 其实他说得很搞笑的 那些评论 对 加拿大造成国家安全风险 就不会做 说真的 每个国家有国家安全风险 他都不会和你做生意 但是有没有这回事先 还是没有终生有先 看回了 近期加拿大也指责北京干预 加拿大19年和21年的两届竞选 国会目前就召开 调查外国干预 选举的听证会 另外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博 他是西人 亦都表示 这位David Morrison 访华是先探过脑 就为赵美兰 的外长访华 寻找合理性 只不过 未来赵美兰访华 将可能面对中方对加拿大不满的情绪 这样 我觉得 大陆是不会这样的 因为如果能让你去的话 其实大陆 我们中国人是 叫做那种 制造良好气氛 我们就很自然 为良好气氛就来 不像 有些地方 觉得我搞恶了你 跟你吵架 你也要跟我做生意才对 欧盟 欧盟就是这样 还有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的实力 很难 很难有这个底气 当然这位David Robinson 就访华 他也都指出 这次 他说明 他自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就说 要推动北京和 区泰华 加拿大的 政权 和解 外界就认为 喊怒就是 也是赵美兰 是访华 的前奏 看回加拿大全球事务发言人 高报 亦都说爱国驻家的代表 平均任期就是4年 当然刚才我们说的 重培母先生 其实他5年 换他 都很正常 但是 我觉得又不是突然换 不过 讲真 新人事新作风 也好 记得 之前 中美 的房长 谈不到 因为制裁了之前的房长 记得 后来房长 不做 不做之下 现在就有通话 这个都很正常的 如果 重培母 说真的 其实他 也只是执行 任务 你说 他是不是 一个新开始 我觉得 不是很关事 当然 亦都有 这样的机会 都不出奇 目前 中国政府已经任命是赵勇 是 居加拿大使馆的临时代板 原来 看回现在 中国加拿大 大使馆的网站上 仍然未撤除 重培母大使的职务 这些相关网页的 文章 而年57岁的重培母 其实在1990年代 在中国外交部担任外交官 曾经在外交部北美事务司 服务多年 并且在1990年 任命为 驻加拿大大使 看回重培母 驻加期间 其实就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 急剧惡化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 不关他事 不关他事 当然 最大事就是 拘捕孟晚舟 之后当然 大家有很多磨擦 另外 干涉 选举 真是好笑 就是 记得他当时 习生就说你这样 不是那么好 结果 就说习近平很恶为 你看回整条片 习近平非常温和 非常温和 中国驻 阿泰华大使 亦都是否认相关报道 难道是什么 说真的 因为不是他没有理由 是默认 对吧 这些说法毫无根据 并且诽谤性 重培母 亦都是 被多次召见 看回 之前 加拿大政府 2023年 宣布 驱逐 中国外交官 赵矮 这个很好笑的 就是庄文浩 我们说 庄文浩搞笑 他的家人 他看电视 才知道他的家人 是被 被人 骚扰 说真的你和这些家人 那么疏离吗 还是你 趁着个世话 这些家人被人骚扰 是不是 这个庄文浩 过去也是一个反华分子 当然北京作为回应 也宣布解除 其实都是驱逐 在加拿大驻上海 领市 欣日慧的职务 当然大家关系很紧张 不要忘记加拿大 他很喜欢驱逐人 他驱逐印度的更多 更多 那个关系更差 那个关系更差 现在都是麻烦的 现在都是麻烦的 当然看回加拿大 那你说他民间 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呢 也是的 原来 这个卡加利 应该是 是温哥华 不好意思 加拿大温哥华 也举办第七届进博会的推介会 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和温哥华 和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 还有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 还有 加拿大中国商会 共同协办的 这个 推介会 当然 有些 家方人士出席 会说他们投共 很危险 加拿大常常 灰弓蛇影 老板 是吗 是吗 好 这个ρείc省跟中国的经济 的 感 recht graduation 就是美 那么多年来 中国大陆一直是 ync 大 Point 你看 樊 中国市场的信心和业情 参展代表亦表示非常珍惜每次参加进博会 是拓展交流机会的 亦希望可以结晰中国的潜在商业伙伴 咦,有没有现在新抗争者去抗争? 你记得之前香港警察 是不是警察运动会? 是 去动手 结果是没有的 因为加拿大警方是 是拦着他们 不过他们就是 不断地粗言为语 除了这些就好像没有进一步行动 大马上又记得就好像没什么 很克制 大家都很克制 在皇家骑警面前他们都不够 怎么办 我相信就是 原来预计今年进博会将会成为 中加经贸合作的重要契机 其实这也是好事 这些民间可能 令官方也有进展不出奇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